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的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 李敖 宇妙 天下 我过去在所谓国会 就是我把它叫做委国会 立法院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给国防委员会把关 防止国民党和民进党 他们向美国做冤大头买武器 当时的国防部长是李杰 他是天津人 这些将军们下台以后呢 都很正常 也很理性 可是在台上的时候 就帮着国民党当权的时候 就帮着连战向美国买武器 民进党在台上的时候 他们就帮着陈水扁向美国买武器 当时我就拦截 有一笔很大的武器买卖 6108亿的台币 就相当于1500亿的人民币 我在拦截 拦截的时候呢 这批武器 我才查出来 是国民党的连战 向美国人下订单的 到了民进党 陈水扁接班以后 他们涨价 同样的武器涨了价 而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涨价 所以很可恶的 一群卖国的行为 我在立法院讲话 我就指着国防部长李杰 我说 美国人把我们 当成他们的狗 在远东的第一线 为了防止共产党 我们在第一线替美国人 开门 我们是美国人的狗 难道狗买武器 还要狗自己花钱吗 我替你看门 难道费用还要我自己出吗 我做你的狗 然后狗的骨头 还要我自费吗 国防部长李杰就向我抗议 说我们不是狗 我说是狗 他说不是狗 我说是狗 是狗 后来 为了证明美国人 把我们当狗 会开完了以后 我拿了一本书 借给李杰去看 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 叫做F.R.Dulles D.U.L.L.E.S 这名字很像美国的 以前的国务卿杜勒斯 是另外一个人 叫F.R.Dulles 他写的 这本书 我说 请李杰 看这本书的 第152页 看到没有 L.E.A.S.H.O.N Lash on 什么叫做Lash on 口在前面走 我用皮带的把它拉住 拉住这个狗 叫做Lash on 同样的 你看 Lash on 在第181页 看到没有 L.E.S.H. 又是 拉住 蒋介石 像狗一样的 拉住它 用链子把它拉住 用链子 把它拉住 你要不是狗的话 怎么会用这个英文的动词呢 用这个狗链子来拉住你 这种动词都用出来了 作为政策 当然是把你当狗 我就把这个书 给李杰 借给李杰看 李杰看了一阵以后 就还给我 派他的国防部的将军们 到立法院 我的办公室 还给我 还给我呢 里面加了一个 一个礼物 就是 一个名牌的 钢笔 万宝龙的钢笔 夹在里面 就是说 送给我 这个钢笔 是个万宝龙的 基本款的钢笔 我就 公开的 退还给李杰 你怎么可以送我礼呢 并这个礼贵重的 也相当贵重的礼 弄得李杰 就很难看 报纸上 还登出来一段话 说 李杰 你送礼物给李敖 你也不想想看 不颠颠李敖的分量 你也没想到 李敖用的是什么钢笔 他比你的 中台钢笔还好 他会稀罕你送的钢笔吗 整个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我用的什么钢笔 也是同一个牌子的钢笔 可是我这个牌子钢笔 比李杰送给我的 这种基本款的钢笔 贵多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所用的钢笔 大家看 我所用的钢笔 我所用的钢笔 因为我在杨明山上用 杨明山上有硫磺 所以钢笔 本来都是金色的钢笔 大家看 金色的 因为硫磺 所以 这个笔杆 变成都变成这个样子 笔杆都变成这个样子 请大家看看 我用的钢笔 因为有硫磺 所以笔杆都变成这样子 斑斑 因为报纸上闹的 李杰跟钢笔 我李奥跟钢笔的 这些故事 引起了万宝龙 在台湾的总负责人 顾吉涛先生的注意 跟我叫上朋友 今年年初 他还寄贺年片给我 大家看 大师您好 很久没有在荧光幕前 见到你 然后呢 他说 祝你在新的一年 事事如意 这个顾吉涛 写给我的 顾吉涛 曾经 跟我说 向我写一句话 在他们的 这个钢笔 庆祝一百年的 这个历史的时候 写一句话 我说我写话 我不给人家做广告的 可是 我要表达我的意思 还骂人 你让我骂人 我就写一段给你 他说接受 好 我那写给你看 他就被他印出来了 大家看 这是他们的 这是我写的 钢笔字 大家看 你可以看看 钢笔字写得多么好 这是我的字 我们进去 大条写 富庸 风雅 情多有 随波 诸流 离可无 名牌满身 一身浅 笔底 身处 见功夫 一般人 有钱了 叫富庸 风雅 这种在人情上面 是有的 我们可以接受的 可是 跟着大家去抢名牌 随波 诸流 离可无 在情理之间 可以不必抢名牌的 他喜欢LV 你喜欢 这个 LV 不必的 看到那些 喜欢名牌的人 名牌满身 可是很浅薄 一身浅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文化水平 所以 要能写出字来算 笔底 身处 见功夫 拿出名牌的笔 要写出一首好字来 这才是 看出功夫来 富庸风雅 情多有 随波 诸流 离可无 名牌满身 一身浅 笔底 身处 见功夫 大家看看我的 钢笔字 这是毛笔字 基础的钢笔字 单看 它是个毛笔字 可是它架构 是个钢笔字 等于说 我讽刺那些 喜欢用名牌的人 我觉得这些人很浅薄 可是 用名牌的 里面的人 如果肯用到钢笔 我认为 不简单了 因为它 有文化水平 可是它写不出来 好的字 又 不及格了 所以我说 有好的钢笔 没有用 还要有好的 文化水平 为了做这个节目 我花了一万多块钱 买了一支钢笔 大家看看 什么钢笔 这支钢笔 这是 外面是文学家系列的 它是纪念谁呢 纪念乌尔夫的 乌尔夫夫人的 乌尔夫 就 维基尼亚乌尔夫 维基尼亚乌尔夫 它的先生叫乌尔夫 这个钢笔 大家看 这是钢笔 我把它拿出来看 这钢笔 钢笔上面 有一粒红宝石 这里 这里 有一粒红宝石 红宝石 它的笔杆呢 是 波浪型的 波浪型的 并且呢 有一段还粗的 波浪型的 代表人生的 感情的 这个起伏 波浪型的 特别注意这个笔尖 大家注意这个笔尖 这个是笔尖 笔尖 我得放大镜 给大家看 大家看笔尖 放大镜 看到没有 左边一棵树 右边一棵树 鱼树 一棵鱼树 又一棵鱼树 两棵鱼树的图案 雕在这个笔尖上面 为什么是两棵鱼树呢 是纪念 这支笔的 女作家 叫做维金尼亚 乌尔夫 她死了以后 就埋在她家的 两棵鱼树下面 骨灰 散在她家的 两棵鱼树下面 这个就是 维金尼亚 乌尔夫 我搜集她很多东西 这个是她的一个 录音带 关于她的录音带 我手里拿的这个 是 维金尼亚 乌尔夫的日记 在日记里面 可以看出来 她是 多么的细腻的 一个人 维金尼亚 乌尔夫 写过七本 七本小说 写过五百多篇的 散文 跟论文 可是 这个世界对她 非常不公道的 就是 她没有得到 诺贝尔文学奖 在她死前三年 一个比她小十岁的 女作家 叫做赛珍珠 得到了 诺贝尔文学奖 这件事情啊 造成了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严重的 一个 评论 就是 大家说 好不说 我们中国的钱中书 就跟我的好朋友 汪荣祖教授说 摆诺贝尔文学奖 给了赛珍珠 就证明了 这个文学奖 不值钱了 你这个文学奖 要给 值得得到的人 可是 这个文学奖 不给 俄国的文学家 托尔斯泰 不给 英国的文学家 也是波兰出身的 康拉德 不给 维吉尼亚 乌尔夫 反倒给了赛珍珠 这种人 证明了你乱给嘛 维吉尼亚 乌尔夫 没有得到 诺贝尔文学奖 虽然写了七本小说 五百篇的 三文 他后来 在五十九岁那一年 身上 装满了石头 在他家里 后面一条河 就朝这条河走过去 走到河里面 把自己淹死了 淹死了以后 火葬 有骨灰出来 就埋 他的先生 把他埋在 这两棵 榆树底下 这当年 英国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的 一个 才女 今天我们写小说里面 讲究的一些文学技巧 什么 一石流啊 这些技巧 都是从 乌尔夫 开始的 他是这么优秀的一个 才女 可是最后 他过不了关 他三十岁结婚 跟先生的感情也很好 可是他自己 搞同性恋 在二次 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自己无法解脱 最后 在五十九岁那一年 自己把自己淹死了 维吉尼亚 乌尔夫的故事 告诉我们 当一个女人 很优秀的时候 她常常会遭遇到一些 困难 她最后啊 她排除不了 不单是 维吉尼亚 乌尔夫 别人 也很多 我现在 给大家看一点点 维吉尼亚 乌尔夫的 照片 她妈妈是很有名 这是她妈妈的照片 她妈妈 在她十三岁 她妈妈就死掉了 她爸爸也很有名 这是她爸爸的照片 这就是 维吉尼亚 乌尔夫 大家看她造型啊 就知道这个女人 很聪明 可是很神经质 这个 这是老一点的 维吉尼亚 乌尔夫 这个是更老一点的 维吉尼亚 乌尔夫 这个是另外一个 画像的 维吉尼亚 乌尔夫 这也是她 临死以前 不久的一个照相 乌尔夫 这是她跟她先生 这个先生是一个 也是个文人 他们还一起搞了一个出版社 一个照相 就是乌尔夫先生 这是她 她死了以后 乌尔夫先生还把她的一些作品 给她印出来 这是他们的照片 维吉尼亚 乌尔夫 他这么细腻的一个人 他过不了关 在59岁死了 有些人 不是搞笔杆的才女 她是电影明星 就另外一个难关出现了 有一个人呢 生在1934年 当年是盛极一时的 法国电影明星 我们都叫她 毕毕 叫毕吉巴多 巴多 巴多 毕毕 就是她 毕毕 毕毕 跟我聊 同一个时代的人 他比我大一岁 现在还在世 可是家里面啊 在老的时候啊 家里面没有镜子 为什么没有镜子呢 当年她是这么漂亮 年轻 当年啊 演这个光了屁股的戏的时候 我们看到 她的这种年轻啊 性感年轻 现在 比我里奥大一岁 其老可治 她现在 家里没有镜子 为什么呢 不敢照镜子的 中国的宋朝的诗人 叫陆放翁 陆游 他写诗说 粉棉 磨镜 不忍照 用那个棉花 擦这个镜子 擦得干干净净以后啊 我不忍心 去照这个镜子 镜子擦干净了以后啊 不敢 不忍心照 为什么呢 女人的 胜的时候 没有十年 女人的好的时间 没有十年 粉棉 磨镜 不忍照 女子 胜时 无十年 胜开的时候 没有十年 换句话说啊 镜子擦干净了以后呢 我不忍心照她 为什么呢 我老了 今天的B18度 就老了 可是老了之后 她要做一点事情啊 怎么办呢 她想起一件事情了 她不像 维基尼亚 沃尔夫这种女人 很有学问啊 她是演电影出身的 她没有那么多学问 可是她干什么呢 她总想一样啊 她想起来一样 保护动物 我们不要 那代动物 现在由我 必必出现 保护动物 家里面收集了很多 收养了很多 流浪狗 流浪猫 流浪马 什么大堆 保护动物 为动物 请命 这是好的事情 可是不幸 她的邻居 也保护动物 有很多的动物出现 她家里有一条 母的驴 她的邻居 有一条公的驴 麻烦了 有一天 她邻居的公驴 出现在 她家的母驴的面前 于是 天下大乱开始 李豪 李妙 天下 刚才我谈到 法国的 过气的 老去的 电影明星 避避 保护动物 家里面 收拢了很多动物 包括一条 母驴 她的邻居 也保护动物 家里面有很多 动物 有一条公驴 有一天 她的邻居 有事情外出 就跟她说 请你带我照顾一下 我这条公驴 于是 她邻居的公驴 就到她家去 一进来以后 就看中了 BB家里面 这头母驴 就要上 这条母驴 结果BB呢 一怒之下 就把 这头公驴 用刀 给腌掉了 引起她跟邻居的 这个纠纷 为什么要腌掉 这个公驴呢 不能 找不出理由来 就是她觉得 你家的公驴 到我家来 想上我家的母驴 是不可以的 这个故事 使我们感觉到 这些过气的 电影明星 当他们 老去 退休以后 老得不敢照镜子以后 他们还要做一些事情 要保护动物 这一类的事情 会做得多么的走火入魔 多么的荒谬 不只是BG巴多 很多人也是啊 还有个女明星 叫米亚法拉也是啊 忽然主张 哎呀 我们要为了西藏问题 反对 北京的奥运 请问 你反对的理由 什么理由呢 原来你嫁给中国 人民 中国政府的罪状 都是你们美国 干过的事情 干得还变本加厉 所以 所以严格说起来 这些演艺人员 电影明星 当他们退休以后 老去以后 他们所做的事情 是可以的 是令我们怀疑的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程度不够 程度不够 还要做秀 问题就麻烦了 我的前妻胡英梦 她是电影明星 胡英梦 首先我要说 我们必须赞美 她的漂亮 胡英梦的漂亮是说 她穿汉装 中装也漂亮 穿洋装也漂亮 还不说林青霞 林霞很漂亮 可是穿起中装 就不好看 胡英梦 穿中装的照片 胡英梦 胡英梦 穿洋装的照片 胡英梦 胡英梦 穿中装的照片 胡英梦 穿中装的照片 胡英梦 穿洋装的照片 洋装的照片 胡英梦 她的造型 告诉大家 秘密 都是真的 双眼皮是假的 是革的 是在日本的革的 双眼皮 革的非常的成功 双眼皮 是人工的部分 其他部分都是 天生丽质 非常漂亮的人 穿中装的胡英梦 那时候 跟我要快结婚的时候的 胡英梦 胡英梦有个特色 就是在大厅广众里面 很多人呢 你第一眼 就看到她 她第一眼 在你第一眼的时候 她把你目光 把你眼神 抢走的 就是她 夺 抢夺的夺 夺目 夺目的效果 她能做到 她这点 是她的 很 很了不起的事情 胡英梦 认识我以后呢 她要做 文化人 从了美女 以外 不够 不知足 还要做柴女 她就写着 一本书 叫做 英梦胡 这是胡 就是跟我离婚以后的 胡英梦 英梦胡 她在序里面 谈了一段话 她说 时常 错估 我的朋友们 认为是 李先生代比 认为 我胡英梦的文章 是 李敖写的 替我写的 她是在 胡言梦语里面 有这么一篇段话 她被误会 我现在愿意 站出来 替胡英梦 澄清 她的文章 不是我替她写的 她很能够写文章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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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抄我的文章的记录 抄袭我文章的记录 胡英梦 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 《死在阿富汗》 在中国时报发表 他后面 谈到了这段话 谈到了 英国诗人 约翰敦的诗 这段诗呢 他后来 收在书里面 我们看得很清楚 面对 这动荡的世界 面对 每天成千上万 从这个世界 消失的人们 使我想起了 英国诗人 约翰敦 的著名哀岛诗 没有人是孤岛 没有人 能自权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桑中在为谁敲 他在为你哀悼 最后的文章里面 《死在阿富汗》 这篇文章里面 最后 他翻译了 约翰敦的这个诗 很抱歉 这个诗 是我李奥翻译的 那李奥翻译的 叫著名李奥义的 他没有著名 那么你看 这是胡一梦翻译的 这么好的诗 怎么你胡一梦翻译的 对不起 我李奥翻译的 那李奥在 《云庙天下》里面 空口说白话 怎么证明呢 我证明给你看 首先 看看胡一梦的 《一页底稿》 《云庙天下》的诗 看到没有 没有人是孤岛 没有人能自权 看到没有 李奥义 他亲密写的 当时是李奥义的 我这首诗 请大家看 这是当年的 当年的英国诗人 《约翰敦》 我在脑里 翻译这首诗 这就是 《约翰敦》 D-O-N-N-E 《约翰敦》 《约翰敦》 《江》 D-O-N 《江》 这是当时 我的原稿 请大家看 我所翻译的 《约翰敦》的诗 《没有人能自权》 就是我的字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硬貌 哪便是一块土地 哪便是一方海角 哪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 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劳 丧中在位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畏忧名勇格 却正为你哀悼 是我李敖翻译的 这本诗翻译的 当然极好 为什么能够押韵 它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类 不是单独的一个人类 我们是跟人类 一群人里面的一部分 就像一块土地 是欧洲领土的一部分 当海水冲过来以后 把领土挖斗了一块 欧洲就变小了一块 当人类一个人死了 不是他死了 人类全体里面死了一个人 所以丧中在敲的时候 不是为死人在敲 他为谁在敲 他为你在敲 丧中在为你而敲 李敖 羽妙天下 这个我所翻译的这首诗 就是英国大诗人 约翰敦的诗 约翰敦是个怪人 他年轻的时候 跟一个小女孩子 私奔 结果被这个女孩子爸爸 告到法院 被关起来 后来他人格等于分裂 又做英国的教士 又写了很多感恩的 跟那些用意很不清楚的情诗 他在这个世界上面 被埋没了200年 大家不理他 死了以后 没人理他 到了20世纪 大家才发现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 就好像中国的哲学家 庄子一样 庄子 到了中国汉代 被埋没了200年 200年都不提庄子 像我李敖 也被埋没啊 我在台湾 有14年之久 台湾的所有媒体 广播 电视 报纸 杂志 没有李敖 两个字出现 国民党 把我关在牛棚里 虽然第一次 关了五年 八个月 可是 整个岛在封锁我的时候 封锁我14年 一点都不要神奇 我李敖 一点都不神奇 庄子被封锁了200年 于汉敦也被封锁了200年 他这个诗最了不起的一点 大家感觉出来 我们是人类的一部分 别以为那死的人 敲那个丧钟在敲 是敲那个死的人 他敲的时候啊 因为他走了 是人类的一部分跟他走了 所以也是为你敲 所以 他这句英文的诗 最后一句 For whom the bare tools 为了谁 这中在敲 It tools for thy T-H-E-E 老式的这个英文 你 他在为你而敲 所以后来这句话 For whom the bare tools 就是被美国的文学家 海明威 用来作为书名 就是有名的一本书 叫做战地终生 就是这句诗 这句诗 是我在牢里面 为一个死刑犯翻译的 这个死刑犯 他看到我这个诗 翻译的诗 他就要求抄一份 我让他抄了一份 抄了一份 没几天 他就被枪毙了 后来我把这个翻译的诗 带出来 有一天 我跟胡一梦谈 我说我翻译过这首诗 胡一梦就在他小本子里面 就把这首诗啊 抄下来了 就是目前这首约翰敦诗 他写了三个字 胡一梦亲笔写的李敖义 既然是李敖翻译这首诗 当你胡一梦写文章的时候 既然引了这首诗 你不著名 那个译者 好像是涉及了抄袭 小事一件 可是我必须声明的原因 就是说 我要不声明的话呢 后来我自己聊 在文章文集里面 也公布了这首诗 人家说 哎呦 你抄胡一梦的了 所以我要不声明的话 就变成我抄他的了 所以只好声明 是他抄我的 我还是要说 胡一梦的文笔 相当的好 害了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 他可以用很快的速度 上了高速公路一样 就变成了一个 有文化的人 就由财女 由美女胡一梦 变成了财女胡一梦 还不够 由美女胡一梦 兼做财女胡一梦 可是我认为 他失败了 他失败的原因就是说 他路走错了 他老是找到这些 妖望的人 从林云 到西藏的什么 这些人婆妾 到什么印度的 这些妖魔鬼怪的人 他们的诗 他们的书 在翻译 所以他路 根本走错了 就变得 非常的 妖望 所以作为一个 有文化水平的 胡一梦 他失败了 事实上 他也必然失败 你演电影 演得好啊 可是你作为一个文化人 不是说 说变文化人 就变成文化人的 那个需要多少年的功力 十载寒窗 需要这些东西的 胡一梦 完全没有 胡一梦 证明给我们 说 这个世界 美女想变成财女 太贪心了 美女就得天独厚了 你还要想变成财女 你会失败了 美女想变成财女 失败了 像胡一梦 当然 还有人 财女想变成美女 也失败了 像陈文倩 所以告诉大家 当你有一项美的 优点的时候 不管是美丽 或者财 财女 不要过分贪心 有一样 就很好了 我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电影明星的胡一梦 当她发生了转型的问题的时候 发生了困难 她的困难 不是像B18座这样子 BB这样子 镜子擦亮了以后 不敢照 或者把镜子赶走 不许家里面有镜子 胡一梦没有这么悲惨 因为她现在 还没有那么老 她跟我离婚到今天 已经29年了 我们离婚以后 她 有一次写书 写了很多 关于我的 不真实的部分 我告诉你 两个人格的胡一梦 有一天 我在马路上面 走 在东风街 那天 我还记得 是 2000年 1月21号的下午 我走在东风街 这时候呢 我跟她已经 离婚20年了 远远地走来 一个女孩子 穿着一个黑色大衣 燕光四射 走过来 我就很注意 看美女嘛 我就看了一下 原来迎面走过来的 不是别人 就是20年前 我的太太 胡一梦 她走过来以后 她看到我 两个人 什么话都没说 她走过来 我们就 当街 两个人抱在一起 抱在一起 胡一梦 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说 她不该 写那些话 什么话 就是她刚刚 写过一本书 里面骂我的话 当场 她就哭起来 她说 她不该写那些话 我就拍拍她的背 安慰她 后来就 分开了 结果呢 她的书啊 照样发行 这样骂我 大陆出了解体字版 这样骂我 所以我觉得 她可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 人格上的 分裂与不分裂的问题 我觉得 她的确是 很可惜 很可悲 我在她的书里面 看到了一些 很妖望的事情 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 是觉得很遗憾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 她说 她跟她 爸爸 跟她妈妈的关系 我觉得 她受了很多的 不良的影响 胡一木的妈妈 这位老太太 你们看到她笑的样子 这个样子 还有 她 不笑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我曾经描写她 面目猙獰 很恐怖的 她的先生 就是胡一木的爸爸 六十岁的时候 她的妈妈 送她爸爸一个礼物 她爸爸一打开一看 吓了一跳 是一瓶盐酸 要毁她的容 她爸爸吓得 就撬家跑掉了 我曾经说 人家都是 十六岁的小男生 撬家 怎么可以有六十岁的 老头子撬家 撬家了 撬家以后 她爸爸就 透过梁素荣 这些东北的 立法委员 谈判 跟她妈妈说 我再也不敢回家了 可是呢 我在立法院的薪水 给你们 母女二人 每月 请你们到立法院 来领钱 所以胡一木 跟她妈妈 每个月 就到立法院 去领 立法委员的钱 一直到 她爸爸死掉 一个不幸的家庭 遇到一个 这个奇怪的母亲 造就了 后来的 胡云梦 在她父亲母亲死了以后 她在 类似回忆录的书里面 告诉我们 她念那些 六十二个字 二十个字的真言 就念咒一样 结果出现了 一个怪的现象 我说她妖望 用她自己的话 来证明 我念给大家听 她念完了 那个二十四字的真言以后 她说 我当时的神志 非常清醒 眼睛是闭着的 没过几秒钟 我闭着的双眼 竟然看见 自己的身体 和身体的周围 周围 闭着眼睛可以看到 突然 我转进了一个漩涡 紧接着 半空中出现了两个人 直直地 闲力在我的面前 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 前者是女的 后者是男的 这两个人 不是别人 竟然是我多年前 双双过世的 父亲与母亲 这不是火箭鬼吗 就是火箭鬼啊 爸爸妈妈突然出现了 接着我 他们对话了 对话以后呢 接着我问母亲 为什么我一直 一刺二十次真言 我一念咒 你们就出现了 母亲回答说 你别管什么真言不真言 你有你自己的 一条路要走 说完了这句话 他们便匆匆地 穿过我右边的 那面白墙 穿过墙可以走啊 我竟然看见 他也眼睛可以看到 从墙 穿透墙 看墙外有一辆黑色的轿车 他们上了车以后 画面就消失了 各位 这种东西 只有一种人写得出来 就是女巫 不是吗 人可以精神状态 可以错乱到这个程度 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你不觉得对美女而言 是很可惜吗 看到没有 然后一个月以后的某一天晚上 我在十一楼 十一点过以后 十一点钟后入睡 很快的进入一个非常清醒的梦境 梦中 我是成年女子 身上完全赤裸 没有穿任何衣裳 我躺在一张像是坑 一样的床上面 右边睡的是我父亲 注意到没有 是个乱伦的梦 左边睡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 父亲和我的关系 十分的亲密 因为 她的一只手 放在我的胸上 母亲站起来 要下地的时候 转身看见 父亲的手 放在我胸上 便指着我们破口大骂 梦中的我 好像是父亲的妾 我是我爸爸的姨太太 母亲的身份 似乎是她的妻子 我被骂得怒火中烧 但是 当我起身准备 找我母亲算账时 他们两个人突然不见了 看吧 下一个画面中 怒火中烧的 怒火中烧的我 显然冲向母亲的背后 用力紧紧的掐住她的脖子 直到她断了气 才停止 大家想想看 这是胡亦梦的白纸黑字 如果一个美女 最后变成了才女 最后写出来的 是这种妖魔鬼怪的东西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胡亦梦有相当好的文笔 有很聪明的头脑 并且我也很赞美她 她能够不像一个一般 世俗的电影明星那样子 随波浮沉 去嫁给有钱的商人 企业家 或者第二代 去过少奶奶的生活 她力争上游 这是她的伟大 伟大的去想 一路一心走上大路 可是她的渺小时说 描写的部分 是她一直想走大路 可是一直在走错路 最后我们得到一个教训 就是美女 尤其是电影明星 转变成的 转变出来的美女 最好不要做才女 如果做了才女 我们便看到了 这种妖望的作品 好可惜 好可惜 可是也相当的恐怖 这是什么世界 居然允许这种人的头脑 写出她这种妖望的文字 我觉得 真的好可惜 美女不要再做才女了 反过来说 也一样 陈文倩 胡亦梦 都要好好的觉悟 李敖 宇妙天下 真的给你们指出来方向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的眼 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